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阿鳳老師就要來分享一個 健康抗發炎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 要做家常的鮭魚 而且要變化這個不一樣的口味 奶滋 奶滋 這些鮭魚其實很容易買 就是你片狀的都OK 冷藏冷凍的都OK 然後我在這裡面 要基本上想要等會來煎 那林冠我要麻煩你幫我平底鍋 放一點點的油 好 我們這個鮭魚簡單切塊 切塊 胡椒 那個平底鍋放一點油 然後一點點的酒 就這樣子它可能就會有水分 鹽分 然後讓這個魚肉 可以稍微的趕快吸收一下 這個濕潤度 那這時候我們要煎呢 因為等會要掛奶滋 等到時候再沾的時候 你表面讓它不是那麼滑 所以我在這裡面要煎 我就順勢的 放一點麵粉 放一點點的麵粉 剛好也讓它水分放在裡面 對 待會麵粉也會吸一點醬汁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其實對魚油 也有一個保護 不會那麼直接 在那麼熱的這個油鍋裡面 好 然後就像這樣子 而且它也不用很花時間 這樣就可以立刻處理 對 就立刻處理完 然後剛好油溫有一點點的溫熱 我們就可以往鍋子裡擺 好 粉也不用很厚 就讓它薄薄一層 對 老師今天因為做一點 這個老少賢儀的奶白醬 所以準備了這個白醬的基地 對 就是簡單的 這個是家常 牛奶 牛奶 對 就小朋友喝鮮奶牛奶也可以 對 就牛奶家裡面的牛奶就可以 那這一個白色的呢 麵糊 因為等會兒最後我們要讓它 還是有一點點的濃度 對 我今天是屬於片開的魚肉 所以它一剩著很快熟 對 那這個很快熟 連帶的它的這個油脂 就會釋放出來 對 會滲出來 好 然後不要過焦 我把魚稍微第一面翻面之後 我就要開始把杏鮑菇 拌草鮮香料 杏鮑菇 對 膳食纖維 然後我把它模擬今天做干貝的樣子 所以靈官如果你把它拿起來 一個一個 我切很厚 美 我跟你講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這一顆 這個就是模擬干貝 是模擬干貝的手法 然後還畫那個鱗格紋 對 然後這邊也是畫鱗格紋 對 就是兩面 它很快就會 鏡頭下它也是有干貝樣 對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魚我翻面了之後 再來就這一面 有一點點的油脂 我就夠了 就可以把這個干貝放進來 你在食物的運用上面 魚它會釋出有魚油 然後我現在就是用這個干貝 不是干貝 就是杏鮑菇 再把那些油跟魚的滋味 又再吸回來 對 好 然後就這樣 小火的我們可以慢慢煎 把它煎到熟 然後另外一個鍋子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起這個奶汁 對 我們要來做醬料 對 而且因為奶醬 它是比較滑口的 對 比較瑞取的 孩子會喜歡 所以如果沒有用剩餘的魚油 也是滿浪費的 可是太油的話有的時候也太膩 對 所以基本上我就會 另外一鍋的鍋子乾淨 然後來爆這個小碎的洋蔥丁 好 然後老師還準備了一點膳食纖維 這個是秋葵 然後現在越煎那個鮭魚 小火再煎就會很香 對 其實像這種厚度 也不用太大火 免得飆了 油 有上色 有漂亮 對 它現在顏色真的很騙人 對 然後顏色上就可以 好像干貝 是啊 搖均勻 然後再來你甚至可以把爐火 把鍋蓋蓋起來 然後維持最小的火源 再差不多一分鐘 我鍋子蓄滿熱源 我就關掉了 好 然後這邊香味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要放蒜頭 蒜頭 老師今天調味料是小茴香 對 小茴香是超級市場 你買那個乾的香料買得到 對 然後我 如果沒有小茴香直接用 小茴香粉 或者義大利綜合香料也可以 可以 對 好 然後牛奶容易焦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放一點點的水 好 然後再來我就把香料往裡頭擺 這個現在下的是 這個就是茴香 你看他看到的茴香 我把它打成 我用調理機就攥一下 然後打成粉 這個茴香你可以從原粒 有沒有打開跟沒有打開 那個香味會差很多 哦 差100倍 對 我剛剛在外面 我覺得跟花椒一樣 對 我在外面打的時候 所有人走過來都說 哦 好香好香 對 那個花椒粉也是你打成粉 它那個香度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再來就是媽媽有一個習慣 再加那個香料 不要一次買太大量 好 新鮮用完再買這樣子就好 所以像這種小罐的就是最好 最方便的 好 再來喔 然後可以把牛奶放進來 稍微煮一下 買白醬要稍微煮一下 對 煮滾 好 然後呢 撒一點點的黑胡椒 先煮那個牛奶 對 然後後面才加那一個 糊 對 然後我要勾芡前 因為秋葵我不希望它煮得過頭 對 就是我要準備它沸騰了 我要勾芡之前 我才下秋葵 就一面勾芡 一面煮秋葵 那這樣子算滾嗎 滾啊 滾啊 它會一直 我們要煮到那個 我們的白醬也是沸騰 所以秋葵可以看到 現在我等它沸騰 然後一點點的鹽巴 基本的鹽味就可以了 好 因為這種白醬 如果你一直滾 它事實上濃度會增加 它的水分會蒸發嗎 對 會稠 會過稠 對 好 然後可以看到我現在這樣子 就把我們的秋葵放進來 好 然後我們要勾這個 奶白醬有一個技巧 像你用太多的這個麵粉水太稀 你勾就會淡掉 你把濃的麵粉水放進去 它會結疙瘩 所以這個最棒的方式是 現在在這裡 然後把奶拿進來 所以像芝麻糊一樣 奶先打那個糊 對 然後先打散 然後用你鍋子裡面原始的奶汁 對 然後放在這裡面 然後把它做一個對調 然後對調了之後 你再把它放下來 好 現在是小火了 對 所以千萬不要整個很濃的糊 丟下去灌 會變麵疙瘩 對 然後呢 你就拿不著 就會有一個麵疙瘩在裡面 是說麵疙瘩也可以吃啊 可是你的醬汁就可能稀稀的 那媽媽學到這個 如果你現在裡面放的是 蒸熟的馬鈴薯丁 蛤蜊丁 它就是一個最典型的蛤蜊濃湯 對 對 對 哎唷 現在很濃稠 然後這樣子就 奶醬就煮出來了 然後最後呢 孩子還是需要有一點點的誘因 所以媽媽你可以用 一點點微量的奶油 在這裡面 然後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只要把我的 這邊雙鮮上盤 這邊你看已經水分都是充滿了 然後再把奶醬放上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這奶醬鮭魚真的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們一般外面的白醬 可能沒有特別加這些香料 比較容易膩 那焦了小茴香之後 它的香氣提升 然後而且加上很多的蔬菜 去做搭配 真的會讓你覺得 吃起來是清爽的感覺 那一般在加料理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各種的蔬菜 然後基本上來講 就是會對這個料理來講 都會很大的變化 那這茴香的部分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中藥 那主要它是暖乾肾 而且它可以促進我們的腸胃 它可以促進腸胃 去分泌一些消化液 然後它有一些止痛的效果 所以其實是蠻好的一道料理 也可以抗發炎 然後也可以促進食慾 好